梁建章 采访前,梁建章走到国茂百岳酒店六十一层酒王的窗边,安静地望了一会儿远处连绵的西山,自然之门让他松弛了下来,这样介意的时刻,对于在梁建章身边工作的人眼里并不多见,学成的理智员工回忆起梁建章时说,他是我见过最不感性的人,他更接近大自然的道理,不追求了新和融洽,在他的体系中,营造一个让人生意, 他喜欢你的氛围,是低效的,马云,马化腾这些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都评价过梁建章是个天才,他出身复旦少年班,十三岁就便写出了用电脑做诗的程序,二十年的商战中,梁建章最擅长东西事物的本质,他在邪城内不摧虫,万事需要量化,先界定我们在谈什么事情,达成共识,再去分析,不要说他话, 不要说没意义的话,意气,他无法容忍学而畏决,听起来,梁建章很像一台情绪客制,周密运转的机器,但他的朋友,员工认为,梁建章的人格是丰富的,也是独特的,他对人机的默然,并不意味着他对世界的冷漠,比如,人口问题在梁建章看来,已成为 关乎未来国运兴衰的最大变量,七年来,在将管协城的同时,梁建章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微博甚至笼知识分子,企业家,坚持出版书籍,拍视频,写了几十篇专栏文章, 借助各种公共事件的热议时机,宣讲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破坏,坚冰终于松动,2013年单独二台放开,2015年二台全面放开,梁建章与他的伙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中国企业家采访梁建章几天后,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撤销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当年底,省育政策应该就会完全放开,梁建章说,但人口断层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正在通过越来越激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目前的政策不掉在他看来,还是慢了一些,过去来,2003年12月,成立四年的协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IPO当天,股价急暴涨88.5%哦, 但2006年,协程减营收7.8亿元,同比增长49%,占据了5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的翼龙仅占18%,整个市场上,协程完全没有挑战,用望远近都找不到对手。 这一年,梁建章36岁,正是男人做事业的黄金年龄,但他感觉非常无聊,创业伙伴们纷纷在寻找下一站。 2002年,即即刻搬了儒家连锁酒店。 2005年,沈南鹏加盲红山资本。 2006年,梁建章也彻底离开了主战场,选择去美国读书,做研究可以做到七八十岁,做公司不可能。 这一句97年,梁建章开始曾考虑修心理学,先后去了哈勒,马省理工,后来又觉得心理学不成体系,经济学更扎实一些,能兼容社会,文化,数学等多种学科,又能涉及到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创新。 当年,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只有四个录取名额,要求申请者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 梁建章调侃道,如果马云去斯坦福研究经济,人家肯定不收,他们收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后来他们发现我各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一座小山坡上,尚可之余,他每天下午四点等上小学的儿子归来,一起做作业或者运动。 梁建章趁其是人生难得的歉意。 在斯坦福的前三年,梁建章是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成为Edward Levin,博士毕业后,Levin教授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在读个博士后,求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荣加利·贝克尔,以深化研究、学习过程中,梁建章问贝克尔,如何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贝克尔问,中国现在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梁建章回答,中国实际上在关闭小学,贝克尔不假思索的说,那中国就应该马上停止计划生育了,这带给梁建章很大的震动。 他开始搜集资料,有到日本、德国等的实地探访,发现贝克尔的假设还基于中国1月8月的生育率低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但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一点吧。 事实上,正在为中国人口未来忧心,的不只有梁建章,黄文正现在是北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1992年,黄文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学习过人口动力学。 2000年,黄文正参照一种数据,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在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教育和情感投入的华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最缺乏生育意愿。 2010年,黄文正退掉了美国绿卡,回国发展,结识了义傅贤,洪秀平,何亚夫,傅卫刚等人。 义傅贤从200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此前已故军奋战多年,2007年所著的大国空朝,直至无法在内地出版。 2012年,在一次人口学者饭局上,黄文正见到了梁建章,二人一派集合,开始了合作。 戒严知能到梁建章和黄文正开始寻求人口问题的戒严通道时,他们发现,实际阻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 纪盛委的数据一直有被人为调高的嫌疑,而且人口恐惧症,在官员中也普遍存在。 此外,中国税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财政收入与人口的正相关,不像以何人所得税为主的国家那么一目了然。 相反,财政支出责与人口直接关联,作为一方主政者,官员多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压力的视角来审视人口。 对此,如果由民间向上传达意见,传统的方法是写内参,或者参加内部的政策讨论会,但内参是否会传达到决策人手中,谁为政策负责,如何落实? 通道并不明朗。 梁建章作为知名企业家,也不会得到更多便利条件。 2011年2月,梁建章赐制了一部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建明扼要的把人口问题及大征结直观呈现。 纪录片上线不久,网站被告知,要从推荐位置拿下。 梁建章与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兴用一年多时间和注了一本《中国人太多了吗?》,闪转找了数家出版社,都无法出版。 最终,梁建章说,还是要感谢微博,在网络上发言,争取更多大力的支持。 当累积的民意聚集到一定能量时,就有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 2011年,在写成梁建章之外,他注册了《尔特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的新微博帐号,开始在各种商业或社交场合,向身边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宣讲人口思想,给他们寄送中国人太多了吗? 另外,利用关键的节点事件,也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 2012年6月,陕西安康市镇平县增加镇政府将以怀孕七个月的母亲强制延产。 梁建章随即发表了一篇被遗所思的寄生政策,门中指出了寄生政策的实处荒谬。 2012年底,梁建章联合30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这次公开上书也被看作,是,撬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2013年底,在张一谋的朝生罚款事件中,盛会学家李银河发表了一篇题为《张一谋你要道歉》的评论。 梁建章与黄文正抓住了与李银河论战的机会。 在台新网上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两三年的时间里,梁建章与黄文正一起,共同创写了90多篇文章。 一篇文章最多是要往复100多封邮件。 与此同时,梁建章与黄文正也感到讨论人口问题的环境越来越宽松。 许多媒体开始加入阵营,2012年4月,中国人太多了吗?得已出版,2013年3月,逆富贤被搁振多时的大国空潮,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一书,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特别的人口专家尽管从目前来看,计删政策退出舞台一直日刻大。 但梁建章和他的同伴认为,要想扭转中国的人口推势,单纯的政策放开了还远远不够,需要财政拿出大量资金给予补贴。 2018年8月,新华日报,开发了署名文章,提出设立生育基金,以应对人口出生率断然是下跌问题。 几日后,有专家提出,可以向丁克家庭丁盛社会抚养税,舆论反应强烈。 梁建章迅速发表观点,认为生育基金或者向丁克征收单身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延续。 目前中国的税负已经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了,急需减负。 在用丁收生育基金的方式加重税负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接受中国企业的采访时,梁建章反复表示,当下是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社保检验的方式鼓励生育。 这些投入就好比自建公路、浅路一样,最终会流回经济体。 除此之外,梁还建议建立托儿所,帮助年轻人减轻抚养孩子的压力,都是确实可行的办法。 也有不少人问梁建章,在协程内部,如果女员工一个接一个,的生起了孩子,她准备怎么办? 对此,她有个有趣的观点,女人比男人更懂得感恩。 如果她在生育期得到了善待,未来将会用更多忠诚回馈给公司。 除了人口问题,梁建章的视角也投射到了更恍泛的社会问题中。 她关心农村儿童的早教,发现63%的农村孩子没能进入高中,最重要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许多留守儿童大脑,在认知八月早期的空白。 在山西等到,梁建章与企业在一起修建了许多早教中心,辅导农村父母和爷爷奶奶如何与小孩做游戏,讲故事,玩玩具。 2018年4月,梁建章所著的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出版。 书中,梁建章维系了各国最优的人口策略,对于中国践行的人口,教育和城市化政策提出了建议。 如,创新需要规模效应,中国需要规划3000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 他有心忡忡的表示,如果不仅快调,整线型政策,中国很有可能在取得短暂优势之后,从全球创新竞争中摆下阵来。 类似这样的努力,梁建章已走过了七年,用鞋成员工的话说,不管是在商战还是在推动人口问题上,梁建章关注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德施。 在管理企业时,他强调目标导向,要求每件事要有进展和执行方案,他确实是中国非常非常独特的企业家。 他对人口和城市问题的真知逐渐,贡献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协程所能代表,顺位资本创始人周航说。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时,梁建章一笑而过,说还早还早,梁建章临于坦漏自己的情绪,但他在参加一次节目时,给他所关心的孩子们写了一段寄语。 他写道,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能发现自己最根本的价值观,最根本的兴趣和追求的东西,忠实于理想,不怕困难,不断的去追求,人生太过短促,虚幻的东西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一事无成,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以。 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绝不要忘记,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M值班编辑,高欢欢省校,五招寒。